好 想問內閣人士的部分 這個林毅華是傳出說要接副市長 但是這個傳出是2月的時候才接任 那這個時間點考量是什麼 因為其實這個立委補選部分似乎會被影響 我找副市長的考量其實非常簡單 我就是要找最好的人才 能夠符合市民的期待 也能夠帶給市府團隊最大的助力 所謂千軍易德 一將難求 林毅華委員就是最適合的人選 其實就像理事官副市長 他對於公務非常的專精 也有非常好的溝通協調能力 也有完整的行政歷練 所以川北他的專業 他的親切 受人敬重的特質 就是讓我三顧茅庐敦請他出來 一定要共同為台北市打拼 林毅華委員他長期耕耘教育議題 也擔任過多屆的台北市議員 也是擔任過台北市 以及新北市的教育局長 又擔任立法委員 所以他對台北市政的熟悉 我想無人能出其右 同時又有豐富的行政經驗 所以他能夠協助台北市政府團隊 持續的跟社會對話溝通 而這段期間特別這一個月 一華委員擔任交接小組的召集人 有手有為 對於台北市重大建設的方向 以及細節他都非常的清楚 所以能夠馬上上手 因此一華委員和川北 就是最適合的副市長人選 市長在請問一下 就算是這個名單 整個局處所長的名單 都是一時之選 不過當然外界也很好奇就是說 要從立委當中再去拉一個人 來去做自己的首長 會不會其實凸顯的是 國民黨的人才斷層 其實我們不只是為台北市 找到最好的人才 同時也是讓人才是財是所 也讓人才能夠流動 也能夠讓世代傳承 世代共融 市長想問一下 因為衛生局目前宣佈是代理局長 那是不是還找不到這個局長的名顏 衛生局其實跟民生息息相關 高度連結 那其實適合的人選非常多 我們需要更多的時間 做最後的確定 找到符合市民期待的衛生局長 那唯有把握 最後的人選 一定能夠推動台北市 成為健康城市的大願景 同時也會有豐富的經驗 面對未來可能的疫病風險 能夠確實照顧好 不分世代市民朋友的健康 就想問一下說 體育局長的部分 怎麼會想要跟宜蘭政府來借交 這考量是什麼 王鴻祥其實他擔任過宜蘭縣教育處處長 也擔任過新北市體育處處長 他從基層做起 而且歷練非常的完整 也對體育相關的業務相當熟悉 所以我想接下來 他一定能夠發揮他的專業以及經驗 將台北相關體育業務 推動得非常順暢 市長想問一下 所以林毅華委員確定是2月1號才會到職嗎 那這樣會不會擔心說 這一個月以來會只有一個副市長在市政上面的進步 大家不要忘了我們現在還有一位非常豐富經驗的 李四川副市長 所以這段期間 他絕對可以將將關的業務推動得非常順暢 那我想問一下說 林毅主委有八萬八萬留任嗎 有什麼樣的考量 因為八萬八萬主委 其實我在跟他退談的過程 他其實對於相關的業務非常的熟悉 而且他又是政大民族系碩士畢業 而且他過去也有十多年擔任原住民服務員的經驗 所以不管是從基層的歷練 他的專業 以及他對於目前相關業務的熟悉 以及他也希望能夠持續將 現在正在進行的相關照顧我們族人的政策 延續下去 不管是推廣族語 相關文化的發揚 我想這些 我們都會希望接種他這樣的歷練 能夠持續的將我們原住民的政策 順暢的推動 市長想問一下 香港公眾的次大公司 北京的職務局長 市長中特別 這些我們上任之後 會積極的來瞭解 而且會廣正各方的意見 依照相關法定的程序 來領選最優秀的人才 這25號都上任 那上任第一件 拓切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我說過上任之後 我會積極的走訪我們基層相關局處 來長期協助我們市府團隊或市政推動的這些單位 來瞭解他們的需求 有哪些意見 需要解決的問題有什麼 我們都希望共同努力 未來在市政推動上面攜手努力 所以包括不管是接下來面對跨年 以及明年的燈會 我們都希望能夠跟基層不管是清潔隊員 警方人員以及各局處單位的所有公務人員 所有的夥伴好好的交流意見 我們就是一個團隊市政推動靠大家的力量 想請問一下 因為剛剛蘇貞湯市院長在行政院 民監察院去他們那邊 然後他在致辭的時候有提到說 全台有35萬公務人員 其中一定有敗類 但他說大部分都很好 那您身為 即將成為首屬市長 看您家下有這麼多的公務人員 我們知道您怎麼看 呃 宿院長現在的一個順暴 齊政院長是公務員的大家長 他其實可以針對個案來指出 但是其實不應該這樣廣泛性的 對於公務人員來批評 我覺得這樣會打擊公務人員的事情 OK 好 謝謝 好 謝謝大家 謝謝